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人 活着不见房了 你干什么 混蛋 给我杀了他 这少生暗含魂力 且实力不低 扯上他究竟是 他居然敢得罪四皇子 麻烦大了 不过他可真厉害 这可是皇家禁卫团 号称天斗帝国皇室最核心的战士 是吗 居然被他这么轻易的就给打倒了 动手啊 可恶 这个雪崩 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 不想死就不要动手 交给我吧 不对 雪崩就算再横行霸道 怎么说也是个魂事 也该知道我的等级高得太多 这种情况下还执意向我出手 他就这么死心老怪物会帮他 还是他是故意 年纪轻轻 就拥有领域和相当可观的魂力 就算是小怪物 也不可能这么出色 你到底是什么人 老怪物 好久不见了 嗯 前辈 就是前面那个小子 在前面捣乱 你是 这还不足以证明我是谁吗 我 小怪物 老怪物 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吧 啊 误会一场 他是我朋友 这里你善后 老怪物 你的眼力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差了 少来这趟 虽然一切迹象都证明你是小怪物 可小怪物不长你这样 废物 还不快给我收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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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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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怪物 原来你真的是怪物 你竟然有魂兽的血统 老怪物 我妈妈虽然是魂兽出身 但有我的时候 它已经是人类 只是没想到 命运如此相似 如果不是五魂殿 我们一家又怎么会变成这样 死仇不共戴天 没想到 小怪物竟背负了这么多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找五魂殿报复 不是现在 等我力量积蓄足够的时候 才会向五魂殿动手 老怪物 你怎么还跟雪崩这种人在一起 这种人 值得你去保护吗 哎 小怪物 有些东西 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很多时候 你要透过外表 发现真正的本质 你知道雪崩 为什么那么顽固吗 其实都是被雪崩和逼的 你是说雪崩和有问题 雪业大帝原本有四子 其中雪崩和为长 雪崩最小 四子中最出色的并不是雪崩和 而是二皇子 可二皇子却在十二岁那年夭折了 第二年三皇子也死了 难道两个皇子的死 与雪崩和有关 没有证据谁也不能肯定 只是在二皇子死的前两天 雪业大帝刚与几名众臣 商议过立太子的事 几乎所有的众臣都倾向于二皇子 会不会是雪崩和背后有什么人干的 其实两位皇子皆因中毒而死 但当时四个皇子都生活在皇宫中 一时起居都由雪业大帝的亲信负责 外人无法接近也绝无下毒的可能 因此两位皇子的死成了无头公案 后来雪业大帝派遣雪兴亲王彻查此事 雪兴亲王从蛛丝马迹之中发现 两位皇子所中之毒并不是毒药 而是魂尸的无魂之毒 这也不能证明和太子雪卿何有关呢 没有证据就要去寻找利益获得最大者 二三皇子夭折四皇子年幼 获得最大利益的是谁 如果是外人所为 那为何留下了长子 不久前雪兴亲王找我为雪业大帝诊治 我发现雪业大帝中了一种混毒 诱因来自于一种香料 而这种香料皇宫中只有雪丁和一人在用 此人绝不简单 那你跟着雪崩是为什么 你就不怕这样做会让雪丁和对他下手吗 雪丁和固然心思缜密 但雪崩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故意不努力修炼让魂力停滞 用嚣张跋扈伪装自己 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所以那个时候他才会 那混毒和雪丁和的事 雪业大帝知道吗 我只告诉他中毒了 并让他维持现状 不过我给了他药帮他缓解剧毒 不管怎么说这是皇室内斗 老怪物你最好少牵扯其中 皇室的事我不愿意管 但天斗帝国若能稳定 也有利于对付武魂殿 你刚回来还不知道 另外两件大事吧 什么大事 七宝琉璃宗 与蓝殿霸王龙家族 被武魂殿偷袭 什么 七宝琉璃宗 以超过三分之二弟子死亡为代价 撤入天斗城 但南殿霸王龙家族 惨遭灭门 只有少数在外的子弟得以幸存 你得尽快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武魂殿的行动 恐不止于此 好狠的武魂殿 老怪物 皇室这边的事你多查查 我要赶回学院看老师 嗯